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今天呢 谈这个因缘 与这个命运 我个人认为 命运是有的 但是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人虽然有他的命运 但是可以藉由修行 来改变命运 更利自己的命运 那 这个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子的 是有关于我自己这个家庭的这个 一个例子 本来我父母有这个两个 两个男的四个女的 在我自己的兄弟姐妹来讲出来 有两个男的四个女的 那我本人是长子 也就是长子 本来有一个弟弟 这个弟弟的来源 是因为我母亲 去求这个观世音菩萨 结果菩萨就给她一个梦境 这菩萨把自己手上的这个 红色的珠子 丢给我母亲 所以有我这个 我就有一个弟弟 是这样子的 那后来呢 这个有一阵子 经过了一个长的时间以后 这个菩萨又有一个梦境给我的母亲 就是虚空中打一个雷下来 那打到这个我母亲的后面的脑袋 那就可以看到这个脑袋里面的东西 那这个梦境以后啊 这个我母亲就问菩萨什么意思 那菩萨就讲 去问卢森燕就知道 那么我就是卢森燕了 这个是很好解的 但是她解不出来 这个梦境就是说 雷啊 打了后面的脑袋 不是雷打后代吗 很简单的 雷既然打了后代 那不是打我 就是打我弟弟 所以我当初啊 我就跟我母亲讲 你这个梦境很好解的 一定会有人走了 那就是我弟弟本身走了 雷打后代 这个一定要死的 雷打到人一定死的 而且后面的脑袋不是后代吗 所以这个梦境很简单 我就解说我弟弟会死 那结果是 我的弟弟就死了 那现在我家里 就是我还是长男 还没有变 还四个妹妹 因男是女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 有因缘 以前观世音菩萨把 红珠子给你 是赐给你 因为你勉强求 他勉强给你 以后他又把珠子收回去 这个就是因缘 其实这里面呢 有关系到因缘 命运 命运还不是由因缘这里来的吗 所以我们常常讲啊 这个台湾人讲 一切都是命 半点不由人 半点不由人 你自己没有改变命运的那种力量的话 事实上你所走的路 都是你的命运 这个也跟这个达摩祖师讲 这抱怨形式一样 所有一切的苦啊 都是你的业所造的 你应该欢喜去承受 甚至于你的生命 事实上也是的 命运啊 在你的身上 你是造着这个因缘果报去走 所以长得怎么样子 你一生多少的赚多少钱 你身体的病 你遭遇上的 遭遇到的朋友 你自己的家庭 人 子女 子女 夫妻 事业 名位 一切都是命 半点不由人 这是按照这个佛理上讲起来啊 这个因缘果报的观念里面 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应该是有命运 但是呢 我们学佛的人啊 因为你学佛以后 你修了善法 善法可以改变命运 你修了这个空性 密教里面有空 因为空本身啊 任何东西进到空里面去 就会把命运给它化解掉的 所以你看我们波叶波罗蜜多心经啊 波叶波罗蜜多心经 还有这个金刚沙斗百日明 其实都是在空的 都是讲空的 都是讲不争不减的 百日明里面呢 它是讲空的 人空 法空 所以这个命运到了这个空境里面呢 它自然就化成没有了 可以讲啊 很多因缘啊 本来应该产生的 因为你修行的境界到了 你得到新印了 你自然就把你自己过去的一切业障啊 给它消除掉 就转成空境 金刚沙斗百日明啊 因为它是忏悔本尊 你持金刚沙斗百日明啊 就能够把业障消除 而且呢 这个金刚沙斗百日明啊 它还可以弥补你的一切切施 你在修法当中的一些切施啊 因为你念了金刚沙斗百日明 就把你好像有的过失啊 就已经化为空境了 就等于是一种弥补 所以这个在修行人 在佛教里面 为什么没有宿命论的原因呢 是因为佛法的本身非常的卓越 佛法的本身啊 它有了这个空性的显现 因为有了空性的显现 把命运啊 原来的业障给它消除了 化为空境了以后啊 它自然就改变了命运了 善法可以改变命运 佛法一样改变命运 所以 没有宿命 其实啊 你没有改变命运 就是在宿命里面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Om Mani Bami Hom